現在要教一個重要的題型 我們當初在算重量百分濃度的時候 有那種要請你算溶質有幾克對不對 現在叫做墨爾濃度就是算你溶質有幾墨 0.48m的氫氧化氧容易0.3公升有多少墨爾的氫氧化氧 好公司長這樣小苗蟲 那我們講過如果我要求的是墨爾只把墨爾遮住所以怎麼算 墨爾濃度乘以溶液體積用公升做單位 這就是我們將要學到的第三個算墨爾的方法 墨爾濃度乘以溶液體積公升 可以往裡面帶 答案就出來了0.12m這樣做 這跟類似我們以前當初在重量百分濃度算溶質有幾克的意思一樣 現在是問溶質有幾墨爾 你要會做這是一個重要的題型 於是請問你這個多少請問你這個多少 帥哥美女9號14號在嗎 14號24號下來 9號14號24號上來 914號24號上來 914號 剛才已經把公司告訴你了 剛才已經把公司告訴你了 914號 好來 好來我們奮鬥 你這裡寫錯了 你為什麼會寫200毫升等於0.2毫升啊 那我可以 是這個人的做法 他工作要怎麼樣 把豪升換成公升 所以要除以1000 然後呢這個人就直接用原來的公式 下面釋放溶液體積 上面釋放溶液墨數 然後等於0.5大M 然後這樣做出來的 這個是我剛才跟你講的方法 墨濃度乘以溶液體積 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答案就會算出來叫做 答案就會算出來叫做 答案就會算出來叫做 0.1 所以呢我們的答案呢叫做 0.1 0.1 公式 墨濃度 乘以溶液體積 體積以公升座單位 就是溶液墨數 所以 0.5大M 200毫升記得換成公升 所以算出來 0.1 墨 就是我們的練習池 可以嗎 可以 下一題一樣 要配置0.2大M的碳酸鈉 需要碳酸鈉幾公克 這就是問你 這就是問你 0.2大M 500CC裡面 有碳酸鈉幾公克 剛才是算墨 對不對 那請問你 墨怎麼變質量啊 所以換公升就算墨嘛 墨怎麼變質量啊 來 帥哥美女 我們現在找 這個叫做 21號 7號 再找一個帥哥男有嗎 帥哥男叫做 27 賽 把人家鞋擦掉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你有沒有寫那邊 寫中間一點 我開不到你 趕快 你真的太憋了 拜託 寫中間一點 我開不到你 我不會成樂 旁邊那個 旁邊那個 這一個在做什麼 就是我再帶一次公式 這麼多的濃度 這麼多的體積 這麼多的墨 這麼多的墨 在幹嘛 墨怎麼變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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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就是做法 所以呢 答案叫做 10.6克 功課球墨帶進去 然後呢 這是個方法 把功課換墨再塞到公式裡面 做的就是這個做做法 或者是用濃度求墨 墨求質量 這也是個做法 都可以 那我們用第二個方法 好 墨濃度乘以容易體積就是墨數 所以算出來 0.1墨 那墨怎麼變成質量 墨怎麼變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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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層原質量 又分子量 所以 然後算數分子量會算嗎 然後再進去 就10.6克 所以就是練習10.6克 可以嗎 可以